OK 谢谢Steven 那我又回来了 今天我们会谈到产品的一些 一些specification 我们来拆解一下 Ala Vida的贴片的原理在哪里 还有Ala Vida的晚霜跟日霜 它的成分是什么东西 OK 谢谢Steven 还有今天的压轴是Suzanna 所以等到最后我会把时间交给Suzanna Suzanna有很多很特别的案例 等着跟我们分享 OK 我们先来学新鲜 Suzanna OK 大家都听得到吗 都听得清楚 都看得清楚吗 都清楚的话写个E1一下 听得清楚 看得清楚的话 写个E1一下 OK 很棒 来 我们来正式开始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Ala Vida 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昨天我们谈到了 每一个肌肤问题的病理 跟可能的新方案的解决方法 那到底Ala Vida 贴片的所谓的光疗的科技 Photo Biomodulation 到底是什么来的 如果朋友问到你 这个贴片到底它的操作的功能是怎么样的 我希望今天过后你们知道怎样去解释 那首先我们的人是会发光的 那我们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 天底下任何的生物 它的热能跟光能都是从太阳这边来的 那今天植物吸收太阳能 通过光和作用的关系 植物制造了它自己的食物 那么牛啊 羊啊 鸡啊 吃了这些植物过后 间接的这些动物也得到了太阳 所以如果你把一只牛 放在红外线的照相机下面 你就会看到 那个牛其实是会发光的 那个牛其实是有热能的 你想象一下 牛是吃什么的 牛可能是吃一些杂粮 吃一些加工 吃一些玉鼠鼠啦 可是你摸它的身体 是很烧的哦 像我是从 我是从乡村长大的 OK 所以我以前每一天 五六点起来的时候 我的奶奶就会叫我去训练 那个母鸡 因为母鸡她很喜欢坐着 她坐久了的时候 她有很多的脂肪 我们想要多一点的肉 所以我就每次要去丢那个鸡 把那个鸡丢到高高 再给它飞下来 就丢到高高 又给它留下来 那个鸡是很烧的哦 可是你看一下 这些鸡是吃什么飼料的 它是吃一些米啦 吃一些面包啦 吃一些蚯蚓啦 吃一些玉鼠鼠啦 这些食物都是凉的嘛 我们没有煮烧了 才会给鸡吃的哦 我们都是用凉的给它吃 可是它吃的食物都这么的凉 为什么那个鸡的身体这么的烧呢 所以鸡的这个热能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鸡的热能 其实就是通过消化了食物过后得到的 那这些食物的热能从哪里来的 这些食物虽然不热 可是里面的热能 是从太阳这边储存在这个食物里面的 所以我们的人只要有热能 有光能 我们就不是死了 所以我们的人的最低处的生存标准 就是我们是有温度的人 OK 那今天我们吃了一些肉类 我们吃了鸡肉 我们吃了一些蔬菜 吃了一些红萝卜 间接的我们也从太阳这边得到了太阳能 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有热能的 我们的身体是有光能 它是会发光的 那这些光能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功能 那我们从小学中学的时候 老师就跟我们讲 我们的身体的内部沟通 是很像电流的 我好像今天有一个蚊子咬我 我的这个stinulite 它被这个神经线受到刺激 它就会有个电流到达我的脑 我的脑 我的大脑接收到了这个信息过后 它又通过电流的方式 传达那个信息叫我去打死那个蚊子 可是我们知道电流的传输 没有那么的快的 光的传输速度才是快的 所以其实跟小学跟中学老师讲的不一样 我们人体真正的信息的沟通 是通过光的 那怎样通过光去沟通呢 今天我们讲说我们去驾车 我们看到那个红绿灯 对不对 我们看到红灯 我们就停下来 看到青灯 我们就走 看到黄灯 看到黄灯 你们是怎么样的 新加坡的 马来西亚跟香港的 红灯是停 青灯是走 黄灯是怎么样 我看一下不同国家 是不是有不同的答案 你们看到黄灯 你们会怎样 Speed out 哎呦 Run So 原来我们都是 原来我们华人都是有同个性格 我们马来西亚 也是会踩油的 所以啊 你看到了 红绿灯 它没有通过电流跟你讲说你要停 你只是看到了那个光线 你就知道我要停车 你看到了黄色的光 你就要加速 你看到了青色的光 你就要行走 在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的细胞跟细胞之间的沟通 就好像是交通灯这样子 今天我的细胞 可能它给红色的灯 我的细胞就知道 我要停止分泌这个东西 我的另外一个细胞吸收到黄色的灯 我就知道我要慢下来 已经好 我跟你讲 用紧啊 我帮你们muk掉了 你们开不到卖了 不用紧 那今天如果讲说你的细胞 释放了轻色的那个频率 那我的接收的细胞 我就知道我要做些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的人体真正的沟通系统 不是通过电流 是通过光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Liveway铁片的效果那么的快 等一下我们听一下苏杰娜的故事 你听一下几十年的问题 可以在几个月甚至一年里面 可以得到的改善 我们在做疼痛的示范的时候 只是把一张铁片放在颈项后面 甚至不用贴在疼痛的地方 它都会看到效果 为什么Liveway的产品的效果这么的快 就是因为Liveway的铁片 直接跟细胞 用光疗的方式产生沟通 如果今天你是吃Panadol 你是吃Parasitamol 你是吃药的话 或者是你是吃保健产品的话 你的身体需要通过消化 吸收 吸收到了血液里面 血液才要再送到它需要的位置 做层层的光卡 效果没有那么的快 Liveway直接跟你的细胞沟通 那在我们的交通里面 我们有所谓的红绿灯 是这个红绿灯去跟我们的 我们的驾驶的人 跟它产生沟通 那么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我们细胞里面的这个红绿灯 就叫做生物光子 BioPhotons OK 叫做生物光子 BioPhotons 那什么叫做光疗 什么叫做BioModulation 我用简单的方式来跟你们讲 像如果你今天去到新加坡 新加坡的亚龙 就是交集的地方 香港人叫什么 我不懂香港叫什么 香港好像也是有个地方 我忘记叫什么名了 红灯区的地方就是那些 性工作者的地方 我们叫它红灯区 Red Light District 为什么不叫蓝灯呢 为什么不叫黄灯 一定要叫红灯呢 因为红色的频率 那个光线 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肾上腺素 我们会感觉很兴奋 今天你去到医院 你看到医院的墙壁 它不会涂红色的 也不会涂黄色的 它都是涂白色 不然就是涂上浅蓝色的 为什么呢 今天你去到海洋 你去到看海 你去到看那个天空 天空是浅蓝色的 海洋是浅蓝色的 因为你就觉得很舒服 你觉得很放松 你看到红色的 你很兴奋 看到蓝色 你反而很放松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的妈妈都跟我们讲 如果你不要戴眼镜的话 你要看多点什么颜色 如果你不要戴眼镜的话 你要看什么颜色 我们的妈妈经常跟我们讲 要看什么颜色 你最好看多点 这个什么颜色 改次你就不用戴眼睛 就不用近视眼 都看什么颜色 看青色 为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问过妈妈 为什么不理看蓝色 为什么不理看白色 一定要看青色呢 因为青色的频率的这个能量 它会帮助我们调整 我们的气光功能 调整我们的荷尔蒙 今天你去到所谓的光疗区吧 你去到所谓的一些 一些护肤中心 他们也开始用一些LED 用黄色的灯光来帮助你的身体 增加抗氧化物质 当你的身体的抗氧化物质增加的时候 这个抗氧化物质就会代谢掉 累积在皮肤深层的黑色素 你就会达到美白的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光疗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已经看到的东西 我们的身体的内部 会因为环境的光线而产生改变的 所以我们怎样通过这样子的原理 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起来 这个就叫做光疗 以光线的频率为主 来去治疗我们身体的问题 光疗 photo therapy photo biomodulation 如果我们用其他的产品来解释 红色是可以增加你的火力 蓝色是可以让你放松 青色是可以去调整你的器官功能 蓝黄色是可以增加你的抗氧化物质 你看一下我们Liveway的产品 红色的产品 是energy and含色 帮助我们放松的产品 是ion 是蓝色的 帮助我们的身体 调理我们的器官 调理我们的荷尔蒙 是SP6 SP6是青色的 那我 这个是我们在clinical study 看到的一份报告 所以你看到了 SP6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把10个器官调理修复回来 黄色的我们有glutathione glutathione就是增加抗氧化物质的 那如果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频率 不同的能量 可以达到不同的效果的话 那么有没有可能 我们也找到了一个特定的光的频率 来增加我们身体的epithelamine 就是我们前天讲的 Alavidal OK 怎样增加了epithelamine 过后去优化 去年轻化我们的松果体 当松果体年轻的时候 我们的黑色素自然会增加 黑色素增加的时候 我们睡眠变得更好 我们的胶原蛋白也会增加 OK 所以这个就是赖飞的光疗的逻辑 那 现在我们再讲回来 那Alavidal知道了它的光疗的原理过后 这个贴片当你看到这个贴片的时候 它的成分是什么 它的成分就是水分 氧气 有机物质 还有氧基酸 如果你们看一下香港的顾客会员 你们应该是有拿到台湾的货 你们就会看到这些字眼的对不对 你们就会看到这些字眼的 所以你们就很清楚 它里面有氧基酸 蒸馏水 稳定态之氧 跟天然有机化合物 所以这个贴片 它的成分就是这些东西罢了 没有任何的药物 那很多人就会问 刚刚我谈到了这么多的贴片 是不是每一个贴片里面的成分都不一样呢 不是 赖飞的所有贴片 赖飞的所有的贴片 它里面的成分都是一样的 那成分一样 可是为什么产生出来的效果不一样呢 因为里面的结晶体 它所排列的顺序跟角度不一样 打个比方 今天这个是一面镜子 你现在看到这块纸是正方形的 如果我把这个纸稍微往旁边转一下 你就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如果我这样子转一下 你又看到了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赖飞的科技 我们的成分都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的结晶体的排列顺序跟方式 让它可以去释放不同的频率 产生不同的效果 那今天的Ala Vida的贴片 它通过频率的方式 它会跟我们的身体的细胞产生沟通 那个细胞收到了这个信息 它就会增加胶原蛋白 增加玻尿酸 OK 所以这个就是Ala Vida贴片的原理 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再好的胶原蛋白 肯定不会比你身体自己制造的胶原蛋白更好的 再好的玻尿酸 不管是大分子的中分子的 小分子的微分子的玻尿酸 它都不会比你身体自己 由内而外自己制造的胶原蛋白还要好 在现在的护肤科技里面 只有Ala Vida的贴片 真正是从内到外 教导你的身体 制造你自己的胶原蛋白跟玻尿酸 OK 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 Ala Vida的晚霜跟日霜 我们的晚霜跟日霜 有98.6%有机 怎样的有机法 你们等我一下我要表演了 你们猜我接下来要表演什么东西 你们猜一下 你熟饭啊 Yay Yay 我们一起加油努力赚钱 哎呀你们猜我要做什么呢 Eat the night claim 哇 amazing 所以我讲真的 我已经把这个变成一个protocol了 每次我一谈到 Ala Vida有多么有机的时候 我就是做这个东西 有机到什么程度 有机到你可以吃 有没有问题呢 在新加坡的顾客 你们听到我讲Ala Vida 一天讲三场 我平均一天吃三次 OK 所以 98.6%有机的产品 它的成分有多少 总共有八个活性成分 我一个一个来介绍 今天我们有点时间 我会讲到比较深入的 我会讲到比较深入的 第一个叫做微爪油 Micro Algae Oil 它具有丰富的DHA 它可以增加你皮肤的弹性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分析了哈 有很多的人 当你带了Ala Vida过后 你查了Ala Vida过后 你会发现到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你的皮肤变到很嫩的 而同时间 你也会发现到你的皮肤 当它去曝晒的时候 没有那么容易晒上 我觉得它的关键点 是在微爪油 为什么 因为这些微爪 就是在大海洋的 这些大海洋 是没有输去跟它遮阴的 是太阳线马上就会照到这些微爪了的 所以这些微爪 在这么大 这么强烈的太阳的造势下 它们还是可以存活 所以它们有一部分的抗辐射的一些 一些机制在里面 所以我们选用了Micro Algae Oil Mister David在其中一个Ala Vida的讲座 也谈到了这一点 如果今天你的皮肤不小心晒伤了 你马上去涂Ala Vida 它很快就会让你把那个发炎的 发热的感觉跟它降下来 OK 那第二个是Mil Papide OK 这个Mil Papide的作用在于 它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个原材料 去增加胶原蛋白 而这个Mil Papide 这个牛奶的胎 也会帮助我们的身体 增加我们的果尿酸 所以Ala Vida的碗霜 它会比较浓稠一点 就是因为Mil Papide 我们Ala Vida的澡 我们的日酸 它比较会比较水一点 比起我们的晚 就是因为日酸它没有Mil Papide OK 那为什么呢 在于Ala Vida的分析是这样子的 在早上跟晚上 我们皮肤需要的滋润不一样 早上因为你也可能要去搭车 可能你要去搭巴士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污染源 所以早上我们的皮肤需要的是防护 可是到了晚上你在睡眠的时候 身体需要做它的修复机制 增加更多的皮肤的细胞 增加更多的胶原蛋白 是在晚上的 所以晚上我们要的是修复 所以早上是防护 晚上是regeneration去修复 OK 那第三个是Moringa Butter 拉木脂油 那拉木脂油的好处 它跟其他的脂肪一样 它有很好的保水的功能 可是相较于share butter 跟coco butter Moringa Butter的 所取水分的效果是两倍 OK是两倍 我没有把那个data给你们看 改是有机会 我会给你们看 第四 是Lipid Soluble Vitamin C 脂溶性的维他命C 像昨天我谈到的 为什么我们是98.6%有机 那1.4%到底跑去了哪里 这1.4%就是因为脂溶性维他命C 今天如果你买了一个维他命C的酸 你半年没有用 你再去用 你会发现到那个维他命C的那个cream 已经开始变颜色了 已经被氧化掉了 因为我们住在我们的东南亚这一带 我们的空气是属于比较潮湿的 所谓的潮湿就是空气里面有很多的水分 维他命C本身是水溶性的 那你的空气有这么多的石器 它当然会氧化掉这个水溶性的维他命C 所以赖汇了解这一点 我们就赖汇自己 研发了脂溶性的维他命C 就算你把一个cream 放在你的桌子上 你一直去喷它 我有做过这个实验 你把一部分的cream放在桌子上 几天过后它还是一样卡了 它是不会变色的 这个就是它有多么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的Ala Vida里面的维他命C 相较于其他的维他命C 有50倍的吸收率 我想到了一个idea 等我我想 我想到了一个market Alavida的idea 我要做个video 等一下我写一下 OK 所以你会发现 等一下我们在最后第二个环节 我会跟你们讲到 因为Ala Vida有这么好的维他命C 我们应该怎样去利用它 OK 那这个应该是第五还是第六个 Rice grain oil 米抗油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米抗油呢 因为它有很多的tocophoros 维他命E 它是一种很强的一种而天然的抗氧化物质 OK Rosemary as well 当我刚开始要推荐Ala Vida 给美容行业的人的时候 美容师给我的第一个回答就是 护肤产品不可能做到有机的 他讲90多巴仙有机是很难做到的 我就问他为什么 因为他们讲 越有机的成分 你越需要防腐剂 所以很多的护肤产品里面的活性成分 不会超过三到五样 最多一样两样三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活性成分越高越多 他就要有更多的防腐剂 想办法去维持这个活性成分 因为你想象一下 今天我们要的全部是它的活性精华 可是这个活性精华就是会被很容易被氧化掉的 那怎么办 所以我就发现到 Liveway有 Liveway的Ala Vida有没有防腐剂 有防腐剂 可是防腐剂分两种 一种是所谓天然的防腐剂 另外一种是属于化学性的防腐剂 Liveway的Cream 所使用的防腐剂 是纯天然的防腐剂 像一些天主教徒 他们经常就会用Rosemary去辟血 对不对 去把不好的能量跟它排除在外 所以Rosemary在大自然界里面 它是一种可以很自然的去保护活性成分的 它是天然的防腐剂 所以Ala Vida 我们的防腐剂就是用Rosemary做成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想象 当人家问到你 难道我们Ala Vida没有防腐剂 它是我们的防腐剂 OK Hajoba Oil 帮助身体增加更多的胶原蛋白 可以帮助减少皮肤的一些灵感性 帮助皮肤减少皱纹跟细纹 Macademia seed Oil 像昨天我们也谈到了 当你在用早日霜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我感觉没有那么的黏 我感觉没有那么的黏在脸上 我感觉查了过后很容易被皮肤吸收 为什么 因为Macademia seed Oil 它们的油脂的构造 跟我们皮肤自然生成的皮脂的油脂的构造很接近 所以当你查了的时候 你不感觉你查了很多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选用Macademia seed Oil的其中的原因 OK 如果你的皮肤是属于敏感性的 你也会发现到Macademia seed Oil 现在Market很多有Macademia的Lotion 也是去帮助你减缓敏感度的 所以你也会发现到 那些有敏感皮肤的人 查了Alavidia night cream过后 也会缓解很多 我个人觉得Macademia seed Oil是其中的原因 OK 那为什么Lion会选择这么多种不同的活性成分 在一个Nike里面呢 我们的皮肤 每一个护肤产品都会跟你讲说 我的护肤产品是最好的 我有很多的活性精华 可是我们要了解的不是这个产品里面有什么 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的皮肤需要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需求 我们再来找产品 那我们的皮肤需要什么东西 第一如果你要抗皱纹 你要抗细纹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抗氧化物质 有足够的抗氧化物质去阻挡自由基 第二抗敏感源 第三抗发炎 第四减低损伤 第五当你的皮肤有任何细菌感染的时候 有在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把这些细菌杀死掉 在在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希望我们的皮肤可以一直更新 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皮肤更新的比较快 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皮肤的更新越来越慢 所以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就会比较暗沉 因为外面的死皮没有办法脱落 我们希望我们的皮肤可以保湿能力变得比较好 我们希望我们皮肤的弹性跟韧性也会变得比较好 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些皮 这些是我们需要的一些效果的时候 你再去看看Ala Vida的成分 它就是去针对所有这些效果的 所以你看到了 我们Liveway的产品永远不是讲说 我们要卖什么东西 我们Liveway的里面永远是觉得我们要解决什么东西 所以下个星期我们会谈到Liveway每一个产品的一些历史 就是要让你们知道 就算是在Ala Vida Liveway的初衷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主 才去筛选你们需要的活性成分的 OK 除了你知道我们的皮肤需要什么东西 更重点是我们的护肤霜里面不应该存有什么东西 今天如果你去外面买了一个护肤霜 你看到的永远都是它最大分的那个字 这个产品有什么成分 这个产品有什么成分 你不会去看后面的 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防腐剂 有什么样的PEG100 我们不会去看的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其实当我们遇到一个护肤产品的时候 里面有什么不重要 它可能有很好的玫瑰油 可能有很好的牛油果的油 可是如果里面有很多的塑料的化学物 有很多的化学的防腐剂的话 那么这个还是一个好的护肤霜吗 不是的 它反而会影响敏感性疾病 像我们昨天谈到的 所以我们要的 不是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是这个Cream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所以A la Vida 我们的Cream 我们保证了这几点 OK 以下这些危险的化学物 我们一概没有 第一我们没有Parabens 我们没有防腐剂 第二我们没有Soul Hits 我们没有所谓的硫酸炎 所以你不会有阻塞毛孔的问题 第三我们没有Fratilates 第四我们没有Synthetic or Artificial Fragrance 人工香精 应该是这 应该是几个月前 你们会看到每一个人工香精 它需要30-50个化学物 它才可以制造出来的 第五 第五尿素敏感源 artificial color 人工的色素 这些是我们的A la Vida 没有的东西 OK 那 所以这些是我们的A la Vida 产品的贴片的逻辑 跟我们产品的Cream的一些成分 so far大家有学到东西吗 有的话你们写个ES一下 有的话你们写个ES一下 so far有学到我们A la Vida的 这个这个贴片的逻辑在哪里 原理在哪里有学到吗 有学到我们的成分 ok very good 那 so 接下来 我们要谈一下 一些A la Vida 除了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还有其他什么样的效果 ok 这个是重点啊 很多人会问 A la Vida 为什么那个网霜这么大 那个那个枣霜这么的小 我的脸都是一样的吗 难道网霜要查比较多吗 所以我的第一个答案 就是跟人家讲 可能外国人的脸比较大 他们晚上要查比较多 我们的华人比较小 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久 这是第一个回答 第二个回答是 A la Vida的Night Cream 除了查在脸上 还可以查在很多的地方 ok 所以我很开心 等下Suzana她也会分享 她的A la Vida的效果 ok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 我的胡须其实没有很多啦 我好像比较持发育的感觉 可是我每次在刮胡须的时候啊 我的爸爸就会叫我用那个 剃胡的那个cream 很辣 然后每次一剃胡了 那个剃了胡须过后啊 他那个刺痛的感觉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用A la Vida的Night Cream 我跟你们讲 男孩子们 你用A la Vida的Night Cream去剃胡须 你会很享受的 第一味道又香 不会那个很刺鼻的那个味道 而且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 saving cream 所以这个是男孩子 你们可以用的东西 当然如果女孩子有胡须的话 你们也可以用啦 ok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那第二 是你的你的嘴唇 我们的嘴唇有很多的果尿酸 如果你觉得你的嘴唇是没有什么色泽的话 ok 没有什么色泽的话 你用了A la Vida的铁片跟cream过后 你注意你的嘴唇 你你为不要擦在嘴唇先啊 你只要正常的去擦 你擦了 你带了那个A la Vida的铁片 你只要你的水分合得够 你的嘴唇一下子会看到效果了的 ok 这个是glossy lips 你们会看到的 因为我们 A la Vida会帮助我们的身体增加更多的玻尿酸 当玻尿酸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的嘴唇的滋润就得到更好的保养 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嘴唇 ok 那很多人会有一些所谓的Crab lips 嘴唇会干 会脱皮 ok 那我也非常建议你 第一点你一定要多喝水 ok 很多人是缺乏喝水 可能会导致你的嘴唇会干裂 如果你的水喝够了 可是你感觉到你还是嘴唇会干裂 每次每次笑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 不敢开大嘴巴释放 那么 A la Vida 就是最好的方式 ok 你只要把A la Vida 插在你的嘴唇 你看这个是第一天 这个是第八天 你会发现到你的嘴唇的颜色 也会变到更粉嫩的 ok 这个是我们其中的一个案例 所以你们不妨去试一下 嘴唇比较干燥 就算是你的嘴唇不干燥 你们也可以放胆的去查 为什么 因为A la Vida都安全到你可以吃了 更何况是插在嘴唇上面 放胆去试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人讲说 只要你有glutatio 在你的官员穴下面 配合X39 晚上带A la Vida 你查这个嘴唇 只要一个星期里面的时间 不管你以前的嘴唇是褐色的黑色的 什么颜色的 一个星期嘴唇都会变品牌了 这个是我们其中的Leader 跟我们分享的 ok Skin Agitation 如果你的皮肤 有些时候很容易敏感的 打其中一个比方 像那天我煮了汤 所以我在咬汤的时候 不小心倒掉 烫到了我的大腿 真的是很痛 通常我们一被烧水烫到 我们会怎样做 我们被烧水烫到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怎么做 问你们一下 我都是 你们也是用佛山来学病 厉害啊 你们如果你们的大腿被烧水烫到 你们第一个做的东西是什么 你们如果被烧水 牙膏 没有错了厉害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牙膏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一向来都是用牙膏的 可是我觉得 就算用了牙膏过后 你还是会烧 你个天还是会痛的 所以那天 我用的是 Ala Vidya Night Cream 我跟你讲 Ala Vidya Night Cream 第一 你查了你不会辣 我每次查那个Dali 牙膏 查到我的腿会辣的 你用Ala Vidya Night Cream 第一你查了 你的腿不会辣 第二点 你个天起来的时候啊 你完全看不到很冷 所以这个是 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验 Ala Vidya Night Cream 如果你被烫伤 你查Ala Vidya Night Cream OK 因为 应该是因为维他命C的关系 有办法帮助你消炎 OK 所以除了这些特殊案例之外 你身体的任何地方 可能你的脸不小心 可能给一个蚊子咬 你爬 或者你睡到了Hotel 不小心皮肤敏感 顶像敏感 好像有东西在咬你 你用Ala Vidya Night Cream去查 痒的感觉 敏感的感觉 红烧的灼热的感觉 它都有效果的 OK 这个是Ala Vidya Night Cream 所以尽量去用 OK 不然的话 你当然只是查皮肤 你可以用到四到五个月 不用用这样久的 这样去用它 OK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例子 你也可以查在你的颈下 OK 所以当你查了脸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再涂多一点点 查在你的颈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很开心的客户 这个在我们新加坡的 我们新加坡的office 他让人家来动他的脸 他讲他几开心 来动我的脸 我的脸很好看 现在我们看一下他的分享 好 哎 开心吗 我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到了68岁 我们的皮肤都是像他这样子的 我紧实的 你看不到周文的 你看不到下垂都是紧实的 你们要吗 你们要的话 你们写个页就下 你们听不到神经 对对 我忘记掉了 等我下 我忘记掉了 我拿掉那个什么了 OK 我们再尝试多一次 我可能是带着耳机的关机 OK 我们再听多一次啊 听到吗 嗯嗯 你也好 不想把张台的 听起来 不过啊 那没有啊 我打打架的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这人呢 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我这一天啊 看着他已经很了 看着什么啊 看着这个皮股啊 你又是吧 朋友们 如果我们都活到68岁70岁 可是我们的皮肤 还是跟他这样子的 看不到什么皱纹 笑起来也没有什么样的 脸颊的下垂 脸部都是紧实的 还有那个弹性很firm的 你们谁要这样子的皮肤 要的话你们写个yes一下 68岁 你们谁想要这样子的皮肤的话 你们写个yes一下 Wow amazing 这个就是我们的方向 我们就是要优雅的老去 ok so那天我在新加坡 我们有一个leader 他有一个新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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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口头餐 我们叫做age gracefully age gracefully grow old gracefully and healthily 他讲的时候很无聊 他讲说we want to grow old sexier and hotter 这个就是来回做到的东西 ok so再来 ok 他的做法是什么样子 我先跟你们讲 so Jenny 他的做法是这样子 他会查在他的景象 所以你看到他之前 他的景象是像很多的68岁 这样 他是有很多双下巴的 他是这个是肿起来双下巴的 ok so他现在他已经看到 他的景象很 很美了 也没有很多的 颈部的皱纹了 他是用night cream 查他的景象 然后你的那个 alavita的贴片 你早上 猜出来了过后 你可以带在这边 这个是他教我的 没有人跟我讲 所以他早上 因为我们晚上睡觉 可能你十点不带 带到隔天早上 可能七点 你才用了九个小时 所以你还有三到五个小时 你就可以拆掉 带在你的下巴下面 晚上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 ok 这个是他的做法 ok 还有多一个 是你的胸部会变到更挺吧 ok 所以我很庆幸啊 因为我是比较年轻 所以我二十九岁 所以很多的女性的顾客 他很 他很大方去跟我分享 他这些东西 因为他们都会讲 哎呀 景龙 我看你还是二十多岁了 你可以当我儿子了 我来跟你讲一些东西 我查了过后啊 因为有多的 我每次就查我的乳房 哎 厉害哦 他真的会挺起来的 哎 这个是他们跟我分享的啦 我本身没有办法去实验 不好意思 可是我先跟你们讲 等一下也 ok 我那个我先不讲先 可是这个 很多人都会跟我讲 同样的故事 ok 所以这个我教给你们 去学习一下 一个阿拉维达奶奶 如果你查在脸上 你可以查到十五个月 没有必要查到这么久 两个月就跟他 就玩 除了你的脸 除了你的景象 你的伤口 朋友样 有皮肤敏感 还有包括你的乳房 ok so希望 希望明年 你们穿 穿上的时候 有更坚挺 丰满 更看到更多 龙钩的一个 一个一个效果啦 ok now 富贵手 妈妈手 或者手部的 实诊的问题 阿拉维达奶 可以 over night ok 当然 还是有些人 没有办法到 over night 可是绝大部分的人 当他有 手部实诊的问题 的时候 他查了 阿拉维达奶 你个天 你再看他 他就没有养疗的 阿拉维达奶 真的是很棒 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们有其中的会员 他也这样子分享 因为他有 富贵手的问题 ok 所以他每次会干裂 所以他没有办法 抓紧那个手掌 所以他每次 如果都要洗东西 或者要洗东西的时候 他都要 戴一个手套 很痛苦的 如果有妈妈手的人 因为大部分的人 你都要动到水吧 毕竟你要做家务嘛 所以他用了 阿拉维达过后 没有错 才两三 不到两天吧 他的那个富贵手 就没有掉了 ok 所以如果你有朋友 有失诊的问题 富贵手的问题 查阿拉维达奶 我来这边问一下 你们这里 谁就是有这样子的 养 手掌会养 富贵手 妈妈手 或者失诊的问题 查了阿拉维达的奶 过后 看到了效果的吗 有的话 你们写个 一一一下 有的话 你们写个 一一一下 有的话 你们写个 一一一下 我是我们一一 amazing ok 所以今天我们两百多个人 就两个有失诊的问题 查了也是会看到效果的 amazing ok 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身体的 其他地方都有失诊的问题 阿拉维达奶 有没有用 也是有用 ok 只是讲说 你要一个奶 可以查全身 比较贵一点 ok now 奥瑟的问题 ok so 像 像 我们有一些 member 他的小孩子 因为他很怕痛 他不要 碰那个西瓜霜 因为西瓜霜 要很准 你知道吗 要很准 要碰到准准 so他们就问 我要怎样办 他查了那个 医药跟 爱睡 他还是会痛 so我就跟他讲 你用 阿拉维达的奶 ok 阿拉维达的奶 因为他安全 他可以吃 so你的 嘔瑟 是发炎的问题 你查了 阿拉维达的奶 如果今天晚上你弄到 你查 你个天早上起来 就没有那个口床了 amazing 我跟你讲 这个是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在去年的时候 我自己发现到的 ok so过后 陆陆续续 我也听到人家跟我讲 有这个效果 amazing so口床有问题 你没有办法吃那个 西瓜霜 因为很刺痛 你用阿拉维达的奶 他们的刺痛 没有那么的严重 而且他好的效果更快 ok amazing 如果你的皮肤已经烧 晒伤了 如果已经晒伤了的话 你快点去查奶 他就不会恶化 他就不会有那种刺痛 灼伤的那个感觉 我们有一个会员 他是很喜欢 加那个摩托车的 ok 他们一架架要叫 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来回 这样子 所以他平时 只要他去驾 这个摩托车 他做好了 两个鞋防护 他的防晒霜 全部查好了 可是因为他要铺晒几个小时 他一回来 这些脸颊还是会红 他还是会烧 还是会黑的 所以他买了 阿拉比达过后 他没有查防晒霜 他只是用阿拉比达耐克 他讲他要去洗一下 他用阿拉比达耐克 他再去做这个骑车的活动 他回来了 过后 那个地方他还是会红 可是不会痛 没有那个灼热的痛感 而且重点是 皮肤没有那么的黑 OK 所以这个是阿拉比达耐克 那个效果 我个人觉得 是因为 麦克 LK 的帮助 因为DHA 的保护 他有办法一点防肤色 这个是我自己的 推论 OK 所以我们有一个 Leader 他最近 他去那个 护肤的 那个档口 护肤档口 就有人要卖它 护肤产品 老板 等下我来帮你做一下 眼部的测试一下 所以他要测试 看一下 他的皮肤 有什么问题 要卖那个护肤产品 给他吗 所以他就去给他 check 所以check了 过后 这个是Kill 他的那个 叫做Kill 他讲说 你的皮肤 Strong Skin Barrier Strong Skin Barrier 84% Hydration Level 80% 看到没有 我不要讲 他的年龄 可是 那个人之所以 会target到他 应该是他觉得 他的年龄 他的皮肤 应该很差的 哪里知道 他check了过后 那个我们的 会员的皮肤 有84% Strong Skin Barrier 如果你们的国家 有这个Kill OK 你找你随便的朋友 60多岁 去check一下 他的皮肤 不可能到达 这个88% 那个锁水的效果 可是他有办法 达成 Ala Vida OK 所以我的这个会员 他也真的是很怪兰 他很调皮 他就跟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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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了我的过后 我可以check一下 你的吗 这样子我才知道 我的皮肤 有没有问题 我有个 reference point 结果那个销 不敢check他自己的 就跟他讲说 老板娘 你的皮肤 没有什么问题 就放他走了 所以只要用到 Ala Vida的人 不管你是多少岁的 当我们的年龄越大 我们很担心 这个皮肤 这个 日霜跟晚霜 可能我们买到太好 皮肤吸收不到 可是Ala Vida 没有这个问题 OK 有到这样子的成绩 Amazing OK 我很开心 因为 等下我要听 Suzana的分享 OK 所以这个 只是谈到 Ala Vida neck cream 我们只谈到 他的cream 都有这么多 不同的效果 可以shave 可以擦 晒 晒 痒 敏感 凹色 你的breast 的foaming 你的那个neck 是不是觉得 Ala Vida 很神奇 会的话 你们听了 这部分 开始有点 新的idea 觉得学到 看到了 新的用法的话 你们写个 EE一下 你们写个 EE一下 你们 E一下 Amazing Very good Very good Jenny 你所谓的 那个富贵手 就是妈妈手 你可以用 night cream 的 OK Yes I apply Ala Vida night cream on my on my mouth alcer heal in 2 day 所以你看 谢谢你们 帮我做一个 分享 Very good Jenny 可以的 放成 用night cream 当成 是 不可以 对 Selly 你不会完全 当成是 那个 sans 品来用 因为我们的 毕竟不是 防晒爽 OK Can use as eye cream 可以的 因为我们的 产品都这么 安全的 像我们在 在查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查到 i cream 可是等一下 关于i cream 最后一个 session 我会分享一点 OK 感谢 那 哎呀 感谢 那 我的 我的电脑 有点 谢谢 OK OK 这个只是 讲到 night cream 我们来 我们来 看一下 这个 我们 雷 的 一个 sharing OK 所以我要 跟你们讲 不管你今天 多少岁 就算你到了 70岁 永远都不要 放弃变美的 可能性 你看到 他的这个 法令纹 OK 整个的 皮肤是 下水了的 OK 你看到 他的样子 等一下 你看他的样子 sorry 哇 看到没有 整个是提起来的 失眠姐姐了 飞纹正好了 失眠姐姐了 飞纹正好了 继续用就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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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 都要感受 一点 对了 他说我们 只是感觉了 你看 非常 没感受 过来 一般的 对了 但是 你看 我用了 手指 然后 皮肤 好 不快 因为 你说 你的皮肤 我脆身不快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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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我有点错语单 身体就开始已经要说完了 所以你看呢 当你有了X39 有了Ala Vida 我们的皮肤已经很好了 那下一步 如果你要再把 整个身体的肌肉 变得更紧实的话 我们还有X39 所以那些是新的会员的话 我们先从Ala Vida 跟X39 开始先了 我们先不谈X39 那我们来看一下 Ala Vida的铁片 除了可以帮助你 增加胶油蛋白 增加你的玻尿酸 增加你的睡眠 还有什么样的效果 OK 这个是我们本土的一个 很早期的一个Lider 他的一个分享 OK 看他用了Ala Vida的铁片过后 他的分享是什么 OK 第一点 我们看一下 我记得五个网上的Ala Vida 每天五个网上都做梦 做梦的那个故事 跟以前X39 是完全不一样 X39 的时候 八个的梦 就好像Ala Vida 那种超空灵 世界的 好像三维空间 四维空间 不同人的空间 那种意识的那种感觉 那种失误 所以非常不一样 所以他就是想说 我带X的Lider的时候 我发的梦是比较奇幻的 可是我带了Ala Vida过后 那个梦就比较现实一点 Ala Vida呢 他的故事呢 他的梦是现实非常有关系的 他就比方 我发的梦里面就是有 我在平常生活当中 对一个人 就是他的那个态度 他有点觉得不够完美的 所以那个故事在梦里面 他就跟我说 如果你还是这样子的话 你将会交成什么样的后果 他让我看到了 你将会遇到的决结 会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警惕 按我 要缺牙 论马 就是说 要回头 要改过 要把这个坏习惯 彻底的 不要再重新 不要再重新 让我有那个 看到 要改 那个决心 看到没有了 所以当你到了Ala Vida 你说 法的梦 会比较接近真实 而在这个 比较真实的梦里面 他会给你看到 很多 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 我不懂你们相不相信 有个东西叫做高我 你们相信 有这个高我的存在吗 Higher Self 相信的话 写个yes一下 你们相信 有这种 所谓的高我的存在吗 Higher Self 相信吗 相信的话 你们写个yes一下 你们相信有这种东西 叫做Higher Self 跟高我的吗 所以 我们根据这样子的故事 我来讲来形容 当你带了Ala Vida过后 当你重新在 优化你的 你的生活 你的生活体的时候 我们更容易去清净 我们的高我 我们可以从潜意识里面 知道哪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是做错 我们内心知道 可是我们的脑 跟我们讲我们也做错 我们的内心知道 我们做错了 所以我们通过梦的方式 我们推现出来 跟我们自己讲说 其实你这个东西 做的是不对的 你应该要这样子 这样子做 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会影响到这样子的问题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因为我们的 Ego的关系 因为我们脑袋的关系 我们不懂得听从我们的心 Ala Vida 当你用了过后 看起来 它好像会再唤醒 我们内部的 最真实的那个稿 OK 我再看第三个 这次我帮她的内幕 说到我自己 是她帮到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就是 她就是一个故事 她可能是已经长大 可能去到college 还是去到université的时候 她跟我的女儿做东西 是那种很主见的嘛 然后她是对不对不对 就不对 然后她很讲求 也有那个 Sail Discipline 跟Sail Institute 她不喜欢那种 静静要坐着 等人家来复赐的人 然后她会 她会就是说 会好像 神员 会打抱不平 会 会 会 练习 那种 OK 所以她自现在 她发梦发梦 到了她的女儿 她讲她的女儿 是那种 比较 比较讲义气的那些人 OK 就讲义气 很容易会 打抱不平的 容易会 为人家发生的 一个 然后我就发梦告她 她身边 不懂是她的大学朋友 还是学校朋友 不懂有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说 好像受了委屈 然后她就 带她跟其他 朋友一起 就是说 好像 就是装人 就是 好像 有点像 给公司 给学生 好像 思维 就是 好像 要做出那种 就是要 反抗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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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 的那种 那种 思维 哇 然后我帮帮到我 我为了她 我去找老师 去找小杂 去跟她 一起 希望 给她一个机会 我就 早上起来 我跟她 就说 我发现 这样的事 然后 你以后 不要这样子 整个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 然后 你又跟我 我讲说 我觉得 我可能 会这样 比如 那种 可怕 很恐怖 这个梦 所以你看 她感觉到 她会把 你的一个 就是讲 你的那个 地路感 会变到更敏锐的 所以 这个妈妈 她就讲说 她知道 她的女儿 这样子的性格 所以她在梦境 里面的时候 就 就看到了 她的女儿 为了帮助 一个人 去跟学校 好像要视为 这样子 所以她就 跟她的女儿 女儿 你竟然不要这样子做 结果女儿 跟她讲 这么你知道 我很会这样子做的 所以你看到了 没有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的高我 我们的每一个人 也有所谓的灵感 可是用了 可能是随着压力 随着生活的步伐 越来越紧凑 可能我们开始 忽略了这些 真实的声音 可是利用 Alavidai的贴片 因为她把我们的 Penicland 重新再油化 再年轻化 看似 她让我们 重新再唤醒 我们最真实的 那个我 所以我希望大家 感受一下 OK 所以我再给你们 这个表 OK 所以我们再讲多一个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的一个会员 他就讲说 我的发梦 像是在追一些东西 我感觉我跟我 我感觉我有发梦到 我的同事 所以你看 Alavidai的贴片 诱乐过后 他发梦都是 比较接近现实的 真正有的发生的 当我带Alavidai的时候 我睡得像猪一样 当我没有带的时候 我就 我才会有梦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可能会这样子的 有时有梦 有时睡得像猪一样 OK 没有关系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是 是我觉得 很特别的一个故事 So 我有一个 我感觉我的情绪 突然涌上心头 我感觉很多的情绪 我开始想到了 我的妈妈 我才发现到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到 原来她已经去世了 几个月前 当她去世的时候 我还没有办法 完全的去接受 当她在医院里面 吐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我甚至没有去哭 So 可能 我觉得我应该是 我有心理准备了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 在我的脑里面 我真的不懂 什么叫做去世 可是现在突然间 我的那个情绪 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开始了解了 我的妈妈 真的离开我了 我觉得很痛 我开始有一个 所谓的崩溃的感觉 请问这个 是不是松果体 修复的其中一个 一个象征 然后我听到了 一个福建的歌 让我想起了我的妈妈 说你看到没有啊 所以我讲真的 其实我们的身体的 我们的pinion glands 我们的松果体 当你的身体 当你的 当你的情绪 处在高压的情况 太久的时候 阿拉维达 它会帮你 再去释放 你累积很久的 一些情绪的问题 因为阿拉维达 的铁片 它会优化 跟年轻化 你的pinagrin pinagrin 除了可以增加 肤肤 可以增加 melatonin 褪黑素 它也可以增加 serotonin 而serotonin 就是帮助你的身体 可以去 去释放 压抑的情绪 所以你看到了吗 阿拉维达的铁片 有到这样子的程度啊 朋友们 不要误会啊 到现在为止 我们谈到的阿拉维达 我们还是在谈 阿拉维达的 阿拉维达的 Skincare series 一个Lifeway的 一个护肤产品 我们都可以谈到 这样子的level了 你想象一下 Ala Vida改变的产品 会不会更厉害呢 OK So我不懂你们 有没有什么宗教的一些信仰 可是我本身是很相信 所谓的第三次言 就是讲说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高我 都有所谓的第六感 都有一些很敏锐的一些触觉 可是随着我们脑 用的越来越多 随着我们的自尊心 越来越强 我们丧失了这一点 这一年里面 我感觉到的是 用了Ala Vida过后 我对人的敏锐度 增加了很多 像一些事情它还没有发生 我大概可以知道 OK 应该什么事情会发生 我觉得我的这个第六感 变到更敏锐的 所以这个是 Additional Evante 我可以跟你们讲个笑话 OK 跟你们讲个笑话 去年当我们要买Ala Vida的时候 因为马来西亚还没有Ala Vida 所以我们是从台湾那边进货过来的 我们第一次进货是从菲律宾 第二次进货是从台湾 第一次从菲律宾进货的时候 那个country manager就打给我 讲说我们的货没有掉了 都是你们买去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Ala Vida在菲律宾 一夜间没有货给卖 全部给我们马来西亚的买掉了 所以两个星期过后 我们再做一个演说 我们把台湾的货买掉了 所以台湾的country manager也联络我了 所以我们就了解 他就跟我们讲说 因为那个时候是七月嘛 就是我们的鬼节 他讲说 有些人讲 如果你把五片Ala Vida 带在这边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OK 所以我不懂是真是假 可是我知道了 现在七月要来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 你们觉得你们很无聊的话 不妨试一下 然后你可以跟我讲一下 你们看到什么东西 OK 现在我等一下 我还有一个部分 我现在我先把时间 交还给Suzena Suzena来分享一下 她用了Ala Vida 过后的一些 一些心得跟经验 欢迎Suzena 来我们欢迎Suzena Hello大家好 有没有听到啊 听不听到啊 听到听到 可能 对对对 听到听到 好吗 那我今晚呢 我讲广书好还是讲广东话好啊 应该是 讲广书好 讲广东话听得明白啊 因为我不懂 因为我不懂 广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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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我看新加坡的应该要法文 我看新加坡的应该要法文 我今天用华语跟广东话了 因为有一些 有一些可能我也不会讲华语啊 可以给你原理 可以给你原理 好了 好了 好 那今天晚上就很开心啊 会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个案 其实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那么专注 其实我是这一年以来 我是专注在Live Way的事业 是产品吸引我 其实我其他的工作我已经放下了 没有管没有理 就我老公去管 我的同事去管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是从我自己的经验 跟我身边人的经验开始 那我就开始的时候就是用一个很 很奇妙 觉得这个产品有没有那么厉害啊 有没有那么厉害啊 那这个很多挑战 我是一个很挑战的人 就算我从前去做聘理用 我是要自己过去看理用 好不好 才介绍给我的我的客户的 我做那个蜗具 我是自己飞去美国去英国 去学他们的东西 再回来做一百个实验 以后我才去卖的 那所以在Live Way我也是一样 又做一个研究 真的确定它是有用 我也把那个资料看完 我才跟我的朋友说 因为你知道吗 我身边的朋友他们是很多有名的 很多名言明信什么很重要的人 我就不能随便去说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我的 reputation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这个案例是说我自己 那我也有图片给大家看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图片 就是我开始的时候 我是challenge 这个Live Way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效果 你们会看到 我在我的书本里面 有一个愚善真身 愚善真身 愚善真身 有些国语也不会说 我说回广东话 有愚善真身的问题 那么 那个愚善真身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自己的个案就是 我生第二个女儿 我个女儿今年十六岁 十六岁 就是十六年前 我生完她之后 我就有愚善真身的问题 因为当时我去推奶的时候 是用错了方法 用肌就捉了前面 所以那些组织被我推伤了 从而愚善真身到肩膀底下面 我当时是很怕自己有乳癌 因为我痛 两个肩膀底都痛 所以我就去看医生去照 之后医生就跟我说 这个是叫乳善真身 是一个组织乳房的组织 移到肩膀底 她说很多妈妈都有 尤其是他们喂母乳 用错了方法 没有把母乳推回来 所以她向后谷了上肩膀底 于是者 我就两边都肿 我由生完第二个女儿开始 我每一次M-COME 就一定是肩膀底很痛 是16年了 每一个月的月经都会痛 而且是很大 你看到我 我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特意去拍摄肩膀底 因为我不知道会对这个有帮助 后来我突然有一次 为什么我最近用了Lineway一个多月 为什么我过月经来的时候 肩膀底好像没什么痛 突然想想这件事 然后再摸摸自己肩膀底 咦? 小了 其实6月24日已经是小了 就是去年的时候 我当时那一天就立刻冲完了 就拍照了 拍照后我两个月再拍 你看到前后对面 这个是我右边 我右边 右边明显小了很多 原本其实是一个乒乓球 好了 你见不见到我肩膀底 你见到肩膀底 是肩膀上来 其实现在是平了 平了 你见到我肩膀底下面有个斑 真的是我的手 有个斑 但那斑 是那些暗瘡仔 是以前捏到它损了的印 在那个左下角 但你会见到现在 那个肩膀底下面 那颗点都清楚了 颜色都很小了 没有胀膀膀了 已经是平了 好了 你会见到 是真的很不同的 那颗蛋 整颗鸡蛋 以前就再夸张一点 8月22日已经是好了 到现在一年 其实你会见到是平了 我现在是平了 还有我没有再痛 没有这个痛的情况出现 所以我就可以证实 拉威是可以帮到乳线真身的问题 而我左边是夸张的 你见到我左边其实很大 左边这个大够度 有时候我是拿着 我经常都这样的 以前是要经常 一开始就要这样 别人不知道我什么事 但其实真的很痛 要按一下它 我曾经试过去给钱去推胸 去推胸 以及推雨线真心 其实都推了不少钱 是没有用的 是没有小过 只不过它可能是帮你舒缓了 那些淋巴结的问题 但其实这个和淋巴结 是不是相关的 只不过就是一个帮助 那你见到我另外这只手 就进步了很多 无论颜色、浅了 甚至乎那个涨糊糊的情况 是改善得很好 那你见到这个位置 那你见到这个位置 那接着我又有另外一幅相 就是我的样子 现在我这个Zoom 5月15日是我收到拉威的日子 那一天我就拍下我的皮肤的状况 那这个是今天拍的 刚刚拍的 刚刚拍的 刚拍的 所以现在这个样子一模一样的 那我是没有化妆的 也都是没有美颜的 完全没有美颜的 没有美涂瘦瘦的相片 平时我传出到Facebook那些 都有美涂瘦瘦瘦面 但是完全没有的 这个没有骗人的相片 那我也为了证实 我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可以不用这个背景图案的 你看看吧 哇 背景图案的样子 都是一样 现在的样子 好了 你会见到我的问题在哪里呢 我那时候就刚刚去了澳洲 我去了澳洲一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以为自己 可能是自己一个来到澳洲 情绪比较差一点 和随时 你看到我皮肤的质素是很差的 看不见到我印堂这些位置 是很暗色的 很暗色的 另外我面部两边的一些斑 那些不是色斑来的 其实我之前已经知道 是荷尔蒙斑 荷尔蒙斑 不是色斑是荷尔蒙斑 就是我的荷尔蒙开始去改变了 那其实我今早才和阿晋隆说了个笑话 这个就是在这里分享一下 就是 其实我自己用了子宫环16年 第二个女儿出生之后 就用了子宫环 那第二个环呢 我就不记得了随低 不记得了随低 就是迟了两年才 五年要换一次的 那就是我迟了七年才回到医生里 突然间记得 接着才回到医生里 就去查 那时候就是因为 流了一些啡色的液体出来 就是我的月经里面是有奇怪的 是流了一些啡色的物体 而且是很重的味道 就是一阵很腥臭的味道 那我就去看护科 护科医生才跟我说 你不记得了换那个子宫环 过了期 但当我第二个子宫环 这个也是苦科问题 那我也想其他太太 都真的都自己留意 那你们这个公开分享 虽然是私隐 但是我公开分享 很希望你们都留意一下 那我就第七年去换个子宫环的时候 发现那个子宫环的铁 那个圈 融了 在我的子宫里 融了 直接融了 那个医生拿出来的时候 只剩下一个胶头 但是整个尾后面的钢线线 已经在我的身体上融了 所以我的子宫是发炎 那也在那一刻开始 他就帮我再换一个 新的子宫环 用直胶去换 但是自从我的子宫环 拔出来之后 基本上我的月经是很少 很少 而且每一次都留一些深啡色的物质 我带完第三个环之后 那个精血少了 慢慢少到是什么 不用用卫生巾 接着再慢慢少 连分泌也少了 连护腱也不用用了 其实我那时候很幼稚 真的很傻 还觉得自己不用用卫生巾 哎哟好了 省反一点 真的不用卷卫生巾 然后就很开心 真的很幼稚 但是原来是我身体开始退化的开始 不要以为没有 这样是好事 但是原来是我身体开始退化 接着开始出现什么呢 就是这些荷尔蒙斑 皮肤质素很差 接着开始脱皮 脚脱皮 就会脱皮 好像蛇皮 但是我现在发现什么呢 今早就和我转东说了 我三个月前 我现在证实到我才分享 我三个月前 突然间有一天 将椅子流血 当然不是将椅子流血 原来是我M巾 你知道我已经是年多两年 没有用M巾 然后就突然间M巾 我就去买M巾 然后就用 然后我就觉得 应该是海市神流 可能是回来一次 然后我就在想 第二个月再等它 再等它 第一个月来的M血 不是鲜色的 是深啡色 而且是带有一些血块 这样的物体 早就推出来 一些血块 血的组织 和一些黏液 这样的 接着上个月再来一次M 我证实要用M巾 这个钱真的花得很开心 现在去买M巾 因为我现在证明 我的细胞恢复 真的重修 好 接着 今天 今早 其实我很想拍张照 今早 我全世界都知道 我今天M巾 我也是有血 鲜红色 那我就 很开心 就和他转空分享 我今天要帮你做 建政 我今天 我今天真的有血 我很想拍过厕所的鲜血颜色 我真的觉得很奇妙 所以就是 原来我的细胞修复了 我真的变年轻了 真的没有尾图 真的看到我的斑的颜色 还有轮廓 轮廓就不同了 轮廓就不同了 另外就是 你会看到 顏色 整体皮肤的质素 这边比较严重 我有皮肤敏感 那我是什么呢 我是比一般人的皮肤更薄 我是很容易敏感 如果我塗了一些 有防腐成份 高一些或者一些 的化学物質 我会立刻一大红 所以我用自己的臉 就知道哪个护肤品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一塗就不行 那我通常有些 是用一次就扔的 而阿拉维达 是很惊喜的 这个就是我用了 用了臉之后 这个就看到了 看到了 我现在有很多头发 哇 我当时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来澳洲之后 就是以为自己 就是水的问题 硬水 但是其实 根本就是身体开始有退化问题 也有脱头发问题 就是因为 荷尔蒙开始失调 以及 亦都开始进入更年期 真的有更年期 那个现象出现了 虽然我现在46岁了 其实 所以变成了 开始脱头发 但是我自从用了X39 我两个月 头发开始生了 变成白 那么现在呢 你就会看到了 我已经是很密 那些头发 已经多了很多头发了 所以整个人 连着头发 连着皮肤 改变了之后 就真的是 年轻了 整个样子 是有少少不同了 那么我已经两年 没有回过香港 两年多 没有回香港 我最近呢 澳洲开放了 现在连针子都不用看了 你任何人都能进入 我最近陆路做了 如果是不同的 你知不知道澳洲做肥皂很贵 200多元澳币一次 所以我都很省着 现在用阿拉维达我省了 真的会 另外呢 就是 一个问题就是 我呢 那个脚 又一直很干燥 是干得好像有蛇皮 那样的 平时我就想 啊 就这样 我们就会擦身 就用擦身的乳液 茶面就用茶面的 眼就用眼的 那这些其实呢 都是分开的收你钱 是不是 但是真的呢 现在我可以很肯定 告诉你 一支阿拉维达 你所有的皮肤问题 都可以改善 我脚的蛇皮 那些纹呢 自从用了阿拉维达 只是两天 已经没有再出现蛇皮 没有干燥 因为现在澳洲是冬天 很干燥 一天不擦东西 是立刻的 那些很干燥 很干燥的蛇皮 但是我现在是 茶了两天之后呢 我现在不省了 我把阿拉维达 当作身体霜 那样用了 真的当作身体霜 那样用 那就发现呢 是很满 无论我的手 手手脚脚 我茶完之后呢 是发现呢 是滑了 另外呢 我的指甲呢 本身是指那么薄的 很容易断了 所以我呢 经常都要用 凉夹 但是用凉夹 凉夹 凉夹得多 凉夹会越来越薄的 那我最近呢 就 直接是 撕了凉夹之后呢 我发现我 凉夹的硬度 比以前是 硬了 不同了 质素是真的 不同了 是真的 硬正了 所以我现在 不用一定要去凉夹 我觉得这个 是很好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 另外呢 另外呢 女士最喜欢听的 刚才呢 Geneau 不是说 胸部大了呢 我今早就跟她说 我其实呢 我大了两寸 我的胸部大了两寸 那谁告诉我 当然我老公 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自己的胸部大了 她说 哇老婆 你这样 我是不是很正 我问她 她说是很正 然后我就说 哇 真的老公 我都觉得自己好像 现在好像那只鱼牛那样 胸部越来越大 这样 还要是她 无端端是挺回 因为我呢 是有更年期问题之后呢 我实际前面 这个位置是平了的 平了的 转了 我发了我最后的照片给你 你可以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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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就 大家看到了 我现在这个呢 是转移来的嘛 我没有美颜的嘛 那你能看到呢 是不同的 真的 臉很漂亮的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的胸部是真的大了很多 还有呢 是挺了 这个是个转移 真的很不同 原因呢 就是 就是 原来在我 把身体里面的细胞修复 那它找东西 就是我们的肝细胞 是要找东西做的 那你 现在是真的呢 这个转移 是很厉害的 我这个胸围是没有钢线的 我是不喜欢 我是不带有钢线的 胸围的 因为我觉得不舒服 会固着 所以我呢 一向都是会平一点的 但是现在是真的 里面坚挺 令到呢 那个胸呢 是自己托起了 是抽高了的 就是 那个雨线以前是 跌下来少少少的 有少少的 现在是没有的 是真的 是真的 脚步步的 很夸张 接着我老公就跟我说 哇 这个正 这个正 这里最正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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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个 真是 是一个很开心的分享 而且 亦都是 我相信 就是整个荷尔蒙 就是 我自己 见证就是 整个身体 因为重新修复 里面 静出来 里面的器官 改善了 搞定了 你的问题 有病的地方 那我就开始去 搞一下你的皮肤 搞一下你的 雨线真身 跟着 那些细细微微的东西 都会逐渐改善 另外呢 我还有呢 就是 我其实三年前去做 苦科检查 我是有三个小水洞 在我的子宫里面 那么 那医生那时候 这些水洞 如果不大 不要变成房子的话 那是安全的 但是由于 我禁止了两年 没有回香港 那我今年十二月 我都会回去 再检查我那三个 那三个 那三个 还在哪里 那我到时可以 再和大家去分享 因为这个真的是 一个见证 前后 如果那三个水洞 没有了的话 那就神奇了 所以也可以再一次 见证到 那个修复 不是指明修复你什么 Liveway的铁片 不是说修复你什么问题 而是你自己身体有问题 它透过一个 个细胞的机会 和透过不同铁片 它不同光波的原理 是会逐样逐样 帮你去处理了 而这个处理是 你不知不觉间 你乖乖保持着用 你有信心 其实一段时间后 你会发现 记住就是拍照 拍照很重要 因为你过了 你自己不发现这些问题 如果我没有拍定这些照片 其实就不能做这个见证 自己不能和自己比较 你一比较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 那个改变实在是太惊人了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有热诚去做Liveway 就是因为自己真的有效果 第一身感受 我说出来的是 我真的 你们都看到的改变 还有我有些会员也有说 我的Zoom 由我第一次的Zoom 和现在的Zoom Thomas问我多少岁 我现在是46岁 我不介意 告诉别人我多少岁 因为我真的一点都不像 所以我常常都说 46岁 我现在跟我的女儿去街 我是跟她们同学这样的 所以我很开心 Suzana 可能你可以用华文讲一点点 你是只要用Alavidia night cream的 你是查完整身 还是只是查在封胸 我开始的时候 我没有查封胸的 其实我是用贴片 我的胸部真的大了 大了两串 我老公说现在真的很坚挺 这个他能说我不能说了对吧 还有说什么 我是现在我皮肤会比较敏感 还有我的皮肤是很薄很薄的 所以一查医师有发血物的 我为什么那么注意食物跟发血物 其实我自己是很敏感的一个人 所以我一不小心就会很红脱皮 这个会出现 所以我就很注意我的食物跟我用的产品 那我是用Alavidia 现在我是把它当成我全心要涂的东西 我都是用Alavidia 对 我是全心用了 现在就是我的脚很干燥 干燥得好像斜皮一样 就是会脱皮 但是我用很多他的body cream 有什么事情 你刚查下去的时候 你觉得很润 好像说那个皮就好了 对吗 但是每到三五小时 你就觉得很好喊 好干燥了 好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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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皮肤查的那个cream 把你的水分抽走 因为它是油 它是在你的皮肤上面而已 它没有进到你的皮肤里面去做收服的事情 所以你的皮肤明天起来还是斜皮一样 还是很干燥 但是我用Alavidia 我只有用满香 因为满香比较大 对吗 我用满香去查 还有满香是比较厚的 比较积润的 比较积润一点的 那我就用满香去查我的心体 我就发现第二天 就已经没有斜皮没有回来了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我就是用Alavidia 去查我心体下面有问题的 还有我很多朋友他们是有皮肤的问题 就是好像是热肠 热肠怎么说 Azima 对的Azima 还有他们就还有一些好像是通风 通风也能输完一点 他们查了以后一个礼拜就改善很多了 他们就说哇那么新奇啊 为什么Alavidia会有这个用处 就是它里面的成分 那个海藻啊 那个Jojoba Oil 还有那个 那个油奶的维他命 跟维他命 那里面的其实就是我们心体需要的养分 就是皮肤需要的养分 所以你就看我的手现在真的不像45岁的 还是要拖我的手很润 我老公说那你的手为什么那么润呢 我说你要那你就不要找其他的小姐妹妹了 我现在要半斤 我建议下一次是不是要邀请周哥分享一下 分享他的感受 没有没有就是分享你的手手的皮肤比较润 对对对真的真的 没有分享其他的 他应该分享我的心采 应该分享心采 他最兴起的是心采 他现在在吗 他现在在的时候吗 我不知道 不在啊 我不知道 下次邀请他出来 分享一下比较 比较他的低身的感觉 他低身的感觉 有在哦有在哦 我看到他耶 他应该是有在吧 很想就快一点 我要试一下 我要试一下用这个网伤 涂一下我的腰 看看可不可以收一下我的水桶 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奇妙 应该可以的 应该可以的 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我自己是很纹梗的皮肤 我就是觉得这个是真的没有纹感 还有就是啊 用了以后哦 你觉得你今天好像不用再查东西 嗯嗯 嗯 对 这样子 希望大家听得明白我的广东话 哈哈哈哈 我的普通话是香港式的普通话 哈哈哈哈 对我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听得懂 看我们还有很多人都在这边 哎你们要谢谢Suzana 分享到这么细节把它很失了 那问题都都给我们讲哦 对对对 不然的话我们不懂谁会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啊 谢谢Suz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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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哇 amazing amazing 哇现在我们有人分享这么 这么复合的问题啊 然后连这个胸型也拍照片给我们看啊 哈哈哈哈 不简单 所以阿拉维达你想一下哈 我们只是谈到阿拉维达 我们只谈到它都呼呼罢了 我们都有这么多不同的反应了 你想象一下 赖飞的未来在哪里 所以谢谢你们还有239个人还等着我们 我想跟你分享 为什么我我也那么喜欢的赖飞 因为我看到赖飞不只是现在跟过去的场景 我也看到了它未来的科技 我很期待 今年的8月份我们的Liveway会 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那我来给大家讲一些idea ok so 我还不知道Liveway会推出什么产品 我只是做一些推断 让你们身为我们Liveway的members 我们也一起来向往下 我们身为一个Livewavers 我们在帮助人家的同时 我们也在帮助一个真正的去为我们的人性 去发展产品的公司 我们的职责在哪里 ok so 第一个可能性 Liveway可能会推出Photoplankton supplement ok so 我来跟你们讲一些科技 Liveway除了我们的产品的贴片科技之外 我们也会往农业的房子去发展 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贴片有办法帮助我们的身体增加吸收能力跟消化能力的话 有没有可能我们也用同样的光疗科技去帮助我们的植物吸收更好的营养 帮助我们的植物更健康而不需要任何的农药跟化学肥料 这个是我们的成绩 我们的光疗科技有办法让植物生产的更旺盛 ok 这个是它的果实 你看到它的果实 将近三倍甚至两倍到三倍 这个就是我们的光疗科技 除了在身体上面 我们也可以影响到农业 所以你看左边是什么都没有用的 右边是用我们的光疗科技的所生长出来的植物 看到那个差别哈 所以你想象一下 我们的海洋里面有很多的维生物 叫做浮游生物叫做photoplankton 那photoplankton它释放全球80%的氧气 那今天其实我们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随着伐木叶越来越旺 就是很多的木啊 开始给人家砍伐掉了 越来越多的排放二氧化碳 我们的大气层的氧气其实减低了 在北京一些国际比较繁忙的地区 其实它的氧气已经不是22%了 甚至是10% 所以当我们的身体最基础的氧气 我们都得不够的时候 我们的人一定有很多的癌症 跟焦虑症的问题的 所以Live会看到了这个问题 那要怎样通过我们的科技 增加全世界的氧气的含量 可以通过浮游生物 因为浮游生物释放了80%全球的氧气 所以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科技 也可以不只是帮助我们的人类更健康 帮助植物更健康 也可以帮助浮游生物 越来越健康 那它越来越健康 繁殖的越来越快 它所释放的氧气越来越多 那我们身为我们Live会这个公司 是不是帮助我们的全人类 又做了一部分很大的贡献呢 那这些浮游生物 这些Photoplankton 因为它繁殖能力很强 它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营养素 也非常的足够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它变成我们的营养产品 Live会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是以铁片为主 我们没有任何的营养补充剂 所以Ala Vida有营养补充剂 只是在比你想象一下 当有一个铁片跟一个营养补充剂 我们看到的效果那么的快 那如果在饮食上面 现在的人经常有偏食的问题 如果Live会真的推出了 Photoplankton的服务 那么我们看到的健康效果 是不是变得更快 那么我们的市场 是不是变得更大 是不是更有可能 影响到更多的人 OK 为什么我这么想要有Photoplankton的服务 其实在我大学的时候 我就听到了Photoplankton的 看到很多的人有糖尿病的问题 通过Photoplankton 他有办法去稳定血糖值 第二强化心脏功能 今天X49的人 如果你是吃素食者 你的X49的效果 可能没有那么的强 因为你不足够Alanin 可是Photoplankton的保健产品 它会增加Alanin 第四点是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是今天的农业 我们所缺乏的 以前的农业 可能都是用牛大便 用鸡大便 可是今天的农业的肥料 都是用MPK 用Nitrogen Phosphorus 这些肥料缺乏了很多的微量元素 所以很多的自我免疫系统 是因为缺乏矿物质跟微量元素而来的 如果Live会今天推出了这个产品 我们就会解决这个的问题 第五 PhotoPlankton 因为它有很多的DHA跟EPA 它会增加我们的情绪 让我们变得更开心的 你们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Live会 我们产品已经那么的好 我们的身体已经修复到这么的好 可是我们没有一款辅助性的食物的产品 如果Live会真的在今年8月推出了这个产品的话 你们期待吗 你们期待吗 期待的话你们写个111一下 期待的话你们写个111一下 你们想象一下对我们来讲会是多么大的一个 我们可以尽多大的责任帮助人家 不管不只是从身体技能 我们从食物营养那边也帮助他们调理健康 OK 这个是第一个可能性 OK 就算是今年的8月没有推出来 未来的一两年Live一定会推出 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有在做这个东西了 只是时间的问题 那第二个possibility 是我们的Ala Vida有没有可能再做个延伸 第一个可能性 像现在我们开始用Ala Vida 所以很多的人如果你有全身皮肤敏感的问题 可能Suzana刚刚讲到的那些痛风的问题 这种自我每一系统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很多的Ala Vida的 跟联谊的价格 可以查在身体的每一个地方 如果可以解决痛风 可以解决尿酸 可以解决失诊 我们知道带了X39 经常会有修复反应的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想办法跟人家解释的 可是怎样解释都好 人家毕竟是修复反应 如果我们有一个body lotion 可以帮助我们抑制这个修复反应 人家继续的去用继续的去排毒 而这个敏感现象又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 哇 那个是不是很完美啊 这个是我很期待看到的 那还有一点 the body lotion 那第二点是eye cream 前几天我从新加坡 我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 我就看到他们有很多的护肤产品 我就问他 你们护肤产品卖到最好的是什么 他讲是eye cream 他讲eye cream 每一次Estée Lauder的eye cream 他一到了 各两天就卖完了的 所以我才发现到 原来serum,clincer,booster,face mask,toner 这么多的产品 卖到最好的 其实是eye cream 如果今年的八月份 Lifeway真的推出 Ala Vida eye cream的话 我们现在打个比方 我们讲Suzana的黑眼圈 单单用Ala Vida的night cream 已经有这样子的效果了 如果讲Ala Vida推出的eye cream 是比Ala Vida的night cream 晚霜还要好十倍的 对我们的眼 我们的眼部周围的肌肉 跟皮肤好十倍 你们期待这样子的产品吗 如果Ala Vida真的推出个eye cream 连他的晚霜都已经这么好了 他还推出个eye cream 你们期待吗 期待的话 你们写个A-A-A下 期待的话 你们写个A-A-A下 因为我们一起来见证 Liveway今年八月份 会推出什么样的产品 又可以 那怎样让我们 身为一个Liveway的代理商 有更多好的产品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做Liveway 是很幸运的一个代理 因为每一两年 我们又有一个 一个新的东西去学 像去年我学了X49 今年我又学了Eye cream 我们不觉得 我们身为Liveway distributor 又可以把一个新的产品 卖给朋友 朋友用的很好 他们很开心 他介绍更多的人 更多的人认识到Liveway的科技 Liveway的生命越来越好 Liveway有更多的钱去研发 更多的好科技 给我们全人类 我们真的 你们真的 你们觉得吗 我们身为Liveway的代理商 真的是不只帮到了 我们帮到了朋友 我们也帮助到了全人类 觉得我们很感恩 遇到Liveway这个公司的话 写一个David一下 觉得我们很感恩 遇到了David 所研发的这个公司的话 写个David一下 Amazing 我真的是很感恩 我也很谢谢Suzanna 谢谢Steven 有你们带领你们的团队 让我有这个的机会 慢慢坐下来 去了解Liveway的一些科技 Amazing OK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加油 我们看一下今天会推出什么样的产品 如果Liveway真的推出了Ala Vida的系列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 我就会跟我们的领导 像Suzanna跟Steven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看要怎样做一个特别的一个presentation Home Party 专门专注在Ala Vida OK 大家都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OK 今天我们讲到有点太迟了 已经讲到一个小时50分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晚安 谢谢Suzanna Thank youSteven 谢谢 还有我看到Casey也在这边 谢谢Casey的支持 晚安 Everybody 谢谢 谢谢 谢谢Gino 谢谢 多谢Suzanna Steven 我应该把自己交换给你 下次真的要邀请周哥出来分享 Suzanna 哈哈哈哈 哈哈 我都没听过他分享 好的好的 Gino 谢谢 谢谢今天晚上的分享 还有还有 我知道你下个星期你打算把你之前曾经分享过的 分享过的Live Aid的presentation 每一天晚上9点钟都跟我们分享 可不可以在这里跟我们讲一下 G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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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mew了 mew了 sorry 不好意思 ok 这个是我的照片之前跟之后 这个我只是用了Ala Vida一个晚上 ok 用了一个晚上 就看到这样子的效果 你看那个敏感的地方 你看我的胡须还是一样长度的 mew 一个晚上 ok 如果你对Live Aid这个工资很有兴趣 你觉得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为一个有理念的公司一起服务的话 那么下个星期一跟星期四我会谈到很多不同的presentation 像这个这两天我们谈到Ala Vida 下个星期一我们谈到Live Aid的生意基本功 我们会谈到Live Aid的生意的基础 我们要帮人 可是我们要帮到更多的人的话 我们自己也要先养活我们自己 那Live Aid的生意模式怎么走 我会介绍 下个星期二我们会谈到光疗 今天我们大概谈到光疗 就是通过频率的方式 那在这个世界上 为什么开始很多的人往光疗的基础去发展 我们的Live Aid可以 年轻72天 只需要在六个星期里面 我会谈到光疗 到底什么叫做光疗 光疗的历史大概有多久 星期三我会谈到Live Aid 过去18年的历史 我们的每一样产品 它发明背后的一个初衷是什么 然后我们Live Aid的未来在哪里 然后星期四我会谈到我们的正常的BOP 讲到Live Aid的公司 跟X39的研发过程 如果你对Live Aid的事业很有兴趣 你觉得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想要一起加入我们的话 这四天的BOP你们都要来听 听了过后 这四个slides我都会上载到Google Drive 你们就可以去下载那边 去practice去训练 做你们自己线下的一些讲座 OK 所以我就讲到这里 Steven